KTV外头突然出现几名年轻男子 气氛紧张 没想到其中一人满脸是血 吓得民众看了立刻报案 救护车紧急抵达 民众急着呼喊快点救人 半夜两点多台中市北屯区 中青路上一家KTV惊传斗殴案件 原来刘姓全新和许姓男子这一方 和刘姓男子这群人 深夜在包厢内沁身开心喝酒 过程中竟发生冲突 刘姓男子和朋友随即离开 想不到双方在门口相遇护殴 混乱当中18岁的刘姓男子遭刀砍伤 其他人鸟兽散逃离现场 这两名男子就是迟到动手的嫌犯 其中一名24岁刘姓男子 凌晨4点多都派出所投案 警方依杀人未遂等罪嫌送办 如果甲乙双方又在店家门口相遇 产生冲突斗殴 那甲方趁乱逃离 警方到场除了救治外 并将相关的代理调查 警方指出 廖姓男子的脸部和左胸受伤 送医后没大爱 原先开心庆生 却演变成反目成仇 甚至持刀砍人见血 周末深夜不平静 记者陈广睿 黄祥复 王百英 台中采访报导 什么事呢 优优认 완성